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来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节由我和我感情很好的妹妹 以及一个人渣Agent 上个月出了车祸 情况还算蛮严重的 打了一个月的石膏 总之就是谢天谢地啦 幸好她还活着 我们的感情一向来就很好 但是有些事情她还是不会告诉我 当然当她需要我的时候 我还是会主动去帮她的 中文字幕 又不是导致的 真的能够售中心 我就会咱们太 Flat 后面的感情一向 红尬 好像是不妥的 就是我们品牌的 有些事情 我故事要想是一种 啊,对,她是我妹妹,她名叫君君,有啊,因为上次我有跟她提起过你 哦,嗨,你好,很高兴的是你 哈喽,我是君君 妹,你来找着 哦 其实,妹妹很早就喜欢Agent了,可是又不敢讲 妹妹总是经常的问我,Agent最近过得怎样啊 Agent,Agent,Agent 唉,我都觉得很烦啊 想必,你想问为什么会发生车祸 还不是Agent害的,她已经把妹妹害惨了 可是,妹妹还是那么喜欢她 啊 姐拥在那里 蛤,不是你叫来了 蛤 你可以再说歌就有听吗 蛤 嗯 可以 OK啦 OK啦 叫你想听什么歌 我想听彩虹 你今天真的很奇怪 吃一下就今天喝了 OK啦 OK啦 你过来 没吃一下 好 你可以倒一点 ane 感觉 没了 你这人渣已经害我妹妹出了车祸 你竟然还敢拒绝我妹妹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我和妹妹的关系一定可以变好 这样她才不会恨我 我的一切都是为了妹妹 我是一位好哥哥 如果当一位哥哥 却被自己的妹妹讨厌 这太狗悲了 我绝对不是那种哥哥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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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哥哥带我去玩哩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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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说你烦了 你可以走开吗你 很烦呢 我这样好不是你哥哥好不好 你态度可以好一点嘛 看什么玩笑Jax 他只是有这样熟哦 只是想要把我们的关系再好一点罢了 你是不是要去找Adrian 你是不是要去找他 够了啦 跟你讲的咩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你就是标题 好啦好啦你别放开 走开走开 为什么妹妹会喜欢上Adrian 为什么 那个人渣 我是你哥哥 难道 你就不喜欢我吗 妈 妈 一定是你骗我 妹妹 你没死 这一切 都不是我造成的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